大家好,这里是天药玄机 如果是由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如果说太阳秋龙起 再加上手掌当中的纹理 配合在一起 形成大小 元宝相互迁套 这个代表着财运风浓 拥有赚钱的能力 而且在工作当中奖金也很多 意外之财也是甚多 也存得住钱 因为有这个财库帮你保管 这个钱财 所以说男的财运风浓 女的也容易嫁到贵夫 皆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特点 结婚线很长 那么结婚线我们看的 我们用一张立体图片看一下 就是从侧面来看 这个小指根部跟感情线之间 有这种横线 那么这个横线呢 如果是比较长 比较长的话 而且呢 它的起端如果是很深 末端慢慢的变浅 说明了夫妻之间的 结婚之前 刚结婚那会儿 感情很浓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夫妻感情变淡 那么婚姻线很长 代表你的婚姻关系 也是持续的比较久 那么在未来 在后面的时间呢 慢慢的变得变成了亲情 彼此呢 仍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辈子也是比较幸福的 这也是大多数 这个人的感情 一种呈现的状态 三约文 三约文呢 就是在十指的 最上面那个指节 通常呢 一般人只有两条 那么如果是有三条横文的话 叫三约文 这种人呢 往往是这个 由桃花带来的财运 男的呢 可以娶到比较有钱的老婆 女孩子呢 有可能是 这个嫁到一个豪门 或者是自己啊 做女性用品 或者是性用品的 这个生意 来获得财富 总之呢 跟这个姻缘有关系 跟感情男女之间有关系 好了 有关这个事 我先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